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像是從塑化劑風波到甲油風波到現在的收水油風波 我們試試石關法該修法了 目前要哪些地方除了比例原則這個罰則要提高之外 還有哪些地方可能需要修正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以目前的這個應該政府應該加這樣一個編制 就是食品衛生的警察設置 比照環保警察 因為我們目前全台四百多位五六百位的這個食品機察員來講 其實是不夠的 他們食品機察員有時候到這個業者去查場的時候 有時候都被業者拉下鐵門進來 或者說要說放狗要咬人 所以說其實對於這些食品機察員來講 是有人身安全的疑慮 所以說我覺得如果能夠設立所謂的食品衛生警察的話 對於這樣的一個違法業者來進行實地積查 會比較有他的公權力在